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熟悉的味道 还是为了美国的这样各种利益 在做着政治算计 您先生请 因为戴森作为即将卸任 当时他在发表这个讲话还没有卸任 即将卸任的印太司令 当然他要为印太争取更大的份额 就在整个的美国战略调整里头 因为拜登刚上台 欧洲方向现在又开始重新有点紧张 特别跟俄罗斯关系在乌克兰问题上 北约和俄罗斯在决立 而且这个决立的力度非常之大 印太今后在美国全球战略里 可能分量有所降低 所以戴维森作为印太司令 他当然要为印太争取更大的份额 就整个美国的全球部署里头 仍然是以中国为主要 就亚太大国 作为主要的战略对手 那么最主要的威胁 那么就是中国 而美国和中国最有可能 美国认为发生一场大规模的 军事冲突的话 就在台海方向 所以把台海的危机突出出来 那么当然那就是 这个整个的印太方向的地位 就突出了 先生您的观察 我觉得刚才 尹老师是从这个战略层面 把美国的印太战略 跟这个台海问题结合起来分析 我觉得从战术层面 它有当下现实的一个需要 一个美国现在 它既然要维持这样的一种霸权 它就必须加大军事上的投入 加大军事上的投入 再加上最近事有比较多 我们原来都以为 拜登政府上台之后 可能会稍微消停一点 可能战线会收缩 但实际情况来看 我们看到不仅是台海地区 南海地区 这个可以说是 这个形势很紧张 你看这两天 在这个乌克兰地区 美国也是在强力介入 所以他的这样一个动作一大 他就势必要 扩大向上的军事装备的开支 那么就要加大费用投入 有的时候在以往 美国国内对军事上的投入 包括在世界各地的 这样的一个干涉 美国国内也是有不同意见 特别是美国民众 所以他有一个借口 堵住这些人的嘴 再有一个 我觉得他也有一个层面 是什么呢 就是让台湾也感觉到紧张 其实潜台词就是 还六年 还六年你们可能就要被统一了 这个时候你们还不赶快 多买点武器 多依靠依靠美国 是不是在其他一些政策上 要给美国多一些开放 贴美国更紧一点 也是在吓唬台湾 没错 当然还有一个就是 这种话说出来 我们为什么不奇怪 就中国统一的节奏 哪轮得着 你美国说了算啊 没错 对吧 这怎么可能是你来 所以我说这个往年古怪少 今年古怪多 他竟然替我们来设定 统一时间表 我们按自己的部署 按自己的节奏 实施组络统一 美国说实话 他干涉不着 他也无法去改变 但是他就是 我刚才说熟悉的味道 熟悉的配方 还是中国威胁论嘛 只有把中国威胁论炒热 才能让地区继续紧张 才能加大军事投入 才能拉住盟友 一块围堵中国 这是他一贯的一个做法 所以现在说出这个话 六年也好 三年也好 其实我觉得都是一种啊 在这个政治上的一些噱头 玩的一些手段而已